罗马西部平民区 没有人不认识 Domenico Dostinelli 老爷子 许多人管他叫收货二的 他所在的地方粗 看上去就是个垃圾商店 然而这位74岁的老头 所召喚的 乃是一家分门别类的平民博物馆 去过60个国家 藏品五花八门 有6500万年历史的孔容带 陨石碎片 美国黑帮头子爱尔卡腾用过的车 意大利民族英雄朱佩塞加利波蒂的一缕头发 各式的玩具 千奇百怪的武器 五花八门的乐器 还有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 收藏了60年的 Domenico Dostinelli 说 我是时间的守护人 我觉得我就好像做方舟的诺亚 我想把这些东西存起来 脸的被人遗忘 Domenico的博物馆藏品太多 每次摄影师都觉得有拍不完的感觉 要是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 眼睛都快看不见东西了 光是伞就有3200把 油条300多万张 钉子4吨 玉斗1000多把 钮扣150多万个 说起钮扣 老人家最喜欢收集钮扣 Domenico说 每天夜里博物馆关门的时候 他就喜欢把手伸进装满钮扣的罐子 这样感觉一天的负能量全都消失 他说 钮扣带着钮扣主人身前的正能量 只要是死者生前摸过的东西都有正能量 Domenico倒不怕有天会死去 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 上面用钮扣和其他物品做了装饰 每当看到这口棺材 老人就想起自己的人生 现在运营博物馆成了他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分 在这里您可以听到老人给你讲解每一扇窗户和每一个盒子里的宝贝 讲解这些一堆堆的东西 也许那天这些东西就会被修好重新发挥用途 Domenico说 大多数博物馆和古董收藏机构都是贵族或者神职人员建立 作用是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财富 然而 他创建这个博物馆是为了这些辛勤工作的小老百姓们 这里储存的都是农民智慧的结晶 由于物品太过重多 他需要一些帮手仔细进行分类 然而国家不肯提供援助 他担心等自己死掉以后 这些东西就没人来管了